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女性很容易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 常见的临床表现有气短,懒言,乏力 面色淡白,头晕,眼花,心计,健忘等等 还有月经量少,月经推迟 或者是冬天手脚冰凉 甚至是一晚上睡到天亮,手脚都是冰凉的 女人气血不足,与患有先天性体质弱有关 生姜在我们厨房中它是一种重要的调味品 同时也是一味中药材 经常吃一些生姜对于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可以说的算是评价人生 女性朋友吃生姜好处有改善血液循环 减轻月经期不适 提高身体免疫力 帮助减轻压力 促进胃部消化等等 生姜中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多种氨基酸 经常使用一些生姜可以改善血液循环 降低血酸的形成几率 尤其是降低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生姜它是属于热性食物 女性在月经期间用生姜泡红糖 可以有效的减轻 经期的腹痛、不适的感觉 如果痛经更加有效 生姜还富含姜蜡素等堪氧化成分 在平时食用有助于增强人体免疫力 从而有效的防治多种疾病 还能够帮助减轻压力 生姜泡水喝 能够挥发出浓郁的芳香气味 有助于减轻压力 并缓解紧张、不安的情绪 生姜对于肠胃还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因为生姜中含有大量的姜蜡素 以及纤维素等成分 有助于提高胃肠对营养物质的吸收与利用 对于暴饮暴食而出现丧腹 暴胀和消化不良 都可以通过吃一些生姜来改善 生姜皮它是属于凉性的 而生姜肉是属于热性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生姜表皮 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不用去除 然后把生姜切成细湿 接下来再准备两三片的当归片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当归对女人的心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女性吃当归可以缓解痛筋 当归具有调筋止痛的作用 对于存在痛筋的女性 可以经常用当归泡水或者是炖汤喝 能够缓解疼痛 还能够预防贫血 当归里面的成分 可以促进血红蛋白以及红血球生成 从而起到补血的作用 特别是女性每个月的生理期 都会损失一部分的血液 容易出现贫血的现象 适当的吃当归可以预防贫血的发生 还能够淡化我们脸部的射斑和一些皱纹 当归具有养肝血的作用 部分女性脸上会出现射斑细纹 比如黄鹤斑主要是由于肝血不足引起的 因此我们女性吃当归可以养肝血 能起到淡化脸上的射斑和细纹 还能够提高免疫力 当归能有很高效的提高免疫力作用 女性存在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疾病 适当的吃当归可以起到提高免疫力 提高体质的作用 当归胃肝而重 故传能够补血 也被称为是补血的第一药 当归既可以通筋调筋 又能够活络止痛 尤其适合女性朋友去食用 特别适合月经不调 痛筋 血须 必经等病症 被古人称为是妇科肾药 但需要注意的是月经期间是不能吃的 要月经完事后再吃 接下来再准备5到8克的环旗 环旗对于女性好处非常多 具有补气、健脾、抑肺、抑胃固表 以及增强和调节肌体免疫功能 抗疲劳、抗衰老 女性经常用环旗泡水喝 可以起到补气、养血的作用 还能够改善肌肤关折 使皮肤更加的细腻、油滑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月经量少的现象 环旗它属于是补需要 具有补气、固表、脱毒、排浓、逆尿、生肌的作用 现代药理研究 环旗对于核酸、代谢有促进的功效 增强造血功能 改善心肌功能 对于抗心肌梗屎 具有抗氧化、抗病毒 改善肾功能和肾组织病理改变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 环旗的用量每次5-10克左右不要过量 过量容易导致上火而得不到好处 再来准备3-5颗的红枣 红枣是日常饮食中很常见的食物 既可以食用也可以药用 食用可以直接食用 也可以蒸着吃、煮着吃、煲汤、泡水 要用价值与其他的补益药物共同使用 红枣要用功效为补气、养血、安神、助眠 美容、养颜 可用于治疗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失眠、多梦等病症 女性经常服用红枣有助于补充精血 补充益气、提高抵抗力 还可以起到增强皮肤弹性、延缓衰老 保持肌肤紧致的作用 从营养学角度上 红枣富含维生素 参与机体血色素的合成 可以生血、补血、增加女性的精血量 红枣富含内环童 具有堪氧化的作用 可以起到延缓衰老、增强皮肤弹性 红枣属于补益之品 所以每天不要过量 过量容易导致上祸 每次3-5颗就可以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养生活中 加入大约500毫升的清水就可以了 用花茶键煮上25分钟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啦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杯子 杯子里加入一小勺的红糖 再把煮好的茶给它倒入进来 把红糖搅拌至融化 红糖含有特别丰富的铁元素 大多数患者贫血是因为缺铁导致的 补充铁相当于补充血 所以多吃红糖可以起到补血 羊血的作用 还能够活血化淤 红糖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和叶酸可以增强患者的机体 造血功能 使血容量增加 可以起到活血化淤的作用 这道茶建议大家在早上起床后喝上一杯 特别是冬天喝上一杯从头暖到脚 手脚不再冰凉了 气血充足 脸色红韵 斑斑点点也自然没有了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